國安局局長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請教一下國安局局長 還有國土安全辦公室的陳主任 是不是可以請你簡單說明一下 國安局跟國土安全辦公室 職權的區分大概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國安體系跟行政體系 惡鬼一行並行制 所以國安體系基本上是負責 反國情報的收整 還有國際合作這個區塊 那國土安全辦公室呢 就你的理解 局長你先說明 就是事件的應處 所以說情報研判是國安會國安局 對不對 但是實際執行整個包括應變計畫的擬定 跟整個包括災難實際發生的時候 是我們國土安全辦公室 所負責規劃跟執行 對不對 跟督導嘛 沒有錯嘛對不對 好啦那我就請教一下這個陳主任 這個剛剛其實有一些委員 對你的專業的這個能力 這個提出質疑 所以你當任文教處的處長跟盟障委員會的主秘 那對於這個國土安全相關的這個部分其實是 不是那麼熟極啦 那你之前的主任到底是誰 你知道嗎 張志宇 那在之前呢 郭靈吾 郭靈吾 那郭靈吾原來的背景是什麼 我記得她是陸委 在陸委會 通過外交部 她有沒有在國安會工作過啊 國安會 有沒有啊 她有在國安會工作過啊 她有在國安會工作過啊 之前那一位的背景是什麼 你了解嗎 陸委會聯絡處副處長 陸委還有呢 外交部 還有呢 都沒有 好 那個主任 這個 國土安全辦公室是大概是 現在台灣來講 最重要負責執行國土安全計畫的一個機關 圈責機關 那你文教處的處長 或者是說你盟障委員會的主秘 你對這些事物都完全不熟悉 那當長官說你擔任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的時候 你當時有沒有跟長官反應說 這個位置對你來講不適任 有沒有 還是欣然接受挑戰 邊做邊學 我是公務員 蛤 我是公務員 所以長官叫你做什麼 所以長官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都沒有跟長官講 這個工作你難以升任 這個長官會有長官的考慮 長官對你的考慮是什麼 為什麼你適合擔任這個工作啊 這個要請教長官 這不是我能回答的 你都不知道你都沒有問 你長官叫你往東你就往東 你就往東 往西你就往西 都沒有考慮到私人的問題 那我問你哪一個長官叫你去擔任這個工作 是行政院長嗎 還是秘書長 就直接派你到這個位置 那你了解到說 你來這邊多久了 一年多 一年多 反恐辦公室 我們這個國土安全辦公室 從99年這個局長 99年預算3400多萬 100年2746萬 到101年2130萬 到102年預算剩下500萬 那你這個預算越編越少 對不對 這個代表什麼 我想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前幾年有一個研究案 就是關鍵基礎設施研究 那那個最長的期限就是四期 那到去年為止我們就已經期滿 不能再編 我大概全世界絕無僅有 一個行政院層級的 這個國土安全辦公室裡面 一年的預算竟然只有500萬 你上次在電政委員會 這個你們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針對這個部分 為什麼這個預算越編越少 因為行政院有他整體的考量 對啊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出在這裡 行政院有整體的考量 行政院用的一個 不是這個 這個沒有任何這個 不管是國安會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國家安全背景的人 我們國安局都沒有人 我們國安會都沒有人 國家安全工作都沒有人 一定要派你去 派了一個不適任的人 擔任這個辦公室主任 那預算從原來的3000多萬 縮水到500萬 這是行政院層級的 這個國土安全辦公室 對不對 人也少 錢也少 那更不要急到說你們行政院 國土安全辦公室裡面 借調的人數是行政院排名第三的 是 全部都是借調 正式編制人力總共明年 十一位 七位 借調人數總共有七位 所以人有幾乎將近一百人是借調 從各部位調來 那調來這邊辦公 也不是專職的人力 然後這些人 五百萬 一年發費 大概相關的這個預算 這個大概一些業務簡單的一些交際送往迎來 你這些錢全部都花光了 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在開玩笑 聽著你們說行政院 國土安全辦公室預算五百萬 真的聽著就靠北丟 然後又找了你當主任 報告委員 我們辦公室是負責政策的審議協調 所以我們本身不是執行單位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預算 那執行的單位是各個部會 所以我們是督導各部會他們去 擬定反恐的應變計畫 那計畫的執行都是在各部會 所以各部會他們邊有相關的預算 預算不是邊在我們辦公室 那個局長 我請教一下局長 我是不太想跟你講 這個局長 我建議你在國安會 跟我們馬總統反應一下 我說真的坦白講 我也在政府部門服務過 我真的還沒有人 我真的還不知道說 有人把這個國土安全當作兒戲的 你預算剩下五百萬 對不對 一里百萬也不是說不給你錢 然後又一個不適任 我認為不適任 一個人來擔任這個辦公室主任 這把國家安全 國土安全當作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你們在政府在那裡研究 研究幾部有什麼錄音 你叫到他去執行政策 去協調統和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什麼應變計畫 這個應變計畫到底 到底這個應變計畫 是不是有沒有經過專家review 有沒有經過所有的這個我們專職的這個人員 每天收集各國不同的一個情報 或者整個應變就要來加以比較 都沒有啊 叫做完全都外行的人 這個這個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國安 國家 國土安全辦公室不是雞肋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這 花錢去養 這個國家不是 這個國土安全辦公室不是雞肋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不是十之五位 七之可惜 放在那邊說我們有一個辦公室 然後隨便找了一些不專業的人 在那邊擔任 這個國土安全辦公室相關的一些 包括應變計畫擬定 跟整個應變計畫的一個執行協調 真的是真的是開 開人民很大的一個玩笑 局長 我拜託你反應一下 我真的坦白講 我真的看你們這樣 這個說國安局無關 但是你看會碰得到長官 那第二個 我還是要問你請教一下局長 跟我們國安主任請回 我不是針對個人 我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不恰當 這一個 剛剛我們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國內具有這個違安顧慮的對象 一千多人 那這一千多人 違安顧慮的這些對象 都是本國人嗎 都沒有外國人 還有中國籍人士都沒有 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這是不同的區塊 對 不同的區塊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 本國人 是屬於我們本國籍的 本國籍 對對 那這個恐怖主義 基本上不管是宗教 政治意識形態 所以這一千多個所謂的 違安顧慮 這個不是恐怖活動的 違安顧慮 列管人員 不是喔 所以他不是跟恐怖主義 有關的列管人員 就是說有這樣傾向的人 等一下有暴力傾向的人 有實話爆炸物的人 都是列為我們 違安顧慮的人 所以不管他是不是 這一個所謂的 本土極端型的這種 這種犯罪人士 譬如說這槍極要犯 這個都算在裡面 對不對 也包括說恐怖主義 有威脅的人 那假如按照你這樣定義 那邱毅寧委員 是不是算是 算是 這一個 違安顧慮的對象 是不是 基本上我們 不會這樣子 不是啊 這恐怖主義跟宗教 政治意識形態有關啊 是不是啊 我們是等於 他是暴力煥 然後他有危害 有危害跟那個行為 那我請下最後一個問題 抱歉 這個對我們有敵意的國家 那是中國嘛 對不對 我們列管有關 這些人 這個跟所謂的 這個安全固有關的 外國籍人士 那其中中國籍人士 到底有多少人 包委員 我們不能這樣子 在這邊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曾經在這邊談過 對於 只要對於我們有敵意 有威脅對象的人 來台灣從事 以交友目的不相襯的人 我們都是不歡迎的 而且我們也會 把它列為監管對象 我在這邊也談過 所以這個人數 有列管 還是有列管 不是 就是說哪些人 曾經在台灣有 謝謝 不友好行為的 我們就會注意 好 那這個部分 下次我再就叫局長 但是對我們台灣 不友好的 這些中國 這些高層政治人士 還蠻多的 為數還不少 不是 謝謝 他只要來台灣不執行 謝謝 我們軍打時間 大人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